北宋年前 契丹屡屡挑衅北宋边境 北宋大象曹斌在齐沟关与契丹展开大战 军宝传至开封 宋太宗担忧边境战事心急如焚 一日 终于睡着的宋太宗在梦中见到天神 一身金甲 手执金刚杵 高树杖许 立于云端对着宋太宗说道 年境动乱 早下无边恶念 如此往复 终身苦不堪言 欲消世上刀兵解 须负天主念佛陀 第二日早上 宋太宗醒来想起昨夜的梦境 盲派遣内侍 附天主寻找梦中的金甲菩萨 请求解救北宋边境之位 内侍一路快马向西 不知走了几天几夜 这天夜里天降大雪 内侍宿在了天主国路边的一座破庙 他昏昏沉沉靠在观世音菩萨向前准备睡去 忽然眼前出现了无数鬼兵 其中有一领头鬼将高大雄伟 那鬼将生如红中 力声鹤愤内侍 来者何人 见者本将军 为何不参败 在下北宋使臣 前往天主寻求金甲菩萨 好为我北宋 去除刀兵之劫 你来寻求菩萨解救 我的数万鬼兵 岂不要全部灰飞烟灭 我可不能让你见菩萨 将他捆绑起来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不知那时念了几句 忽然他身后的观音像 发出一束金光 竟开口说话 儿乃气丹战乱残魂 晃北鬼兵 如今又欲伤人性命 我为你了却灭债 历经六道轮回 方有善道果报 说吧 观音像眼中金光射出 鬼将避之不齐 被金光击住 甲咒立即碎裂 化作灰尘 其他鬼兵健壮 纷纷逃走 来不及逃走的 只能与鬼将一同 灰飞烟灭 边境刀兵之劫将处 你回去吧 那时醒来 知识菩萨显化 他对着身后的观世音菩萨像 前程参拜 随后便踏上了 回去的路途 此时 北宋与汽探边境正在代州展开大战 这一夜 汽探派出五万人马对阵 北宋兵力不足 大将曹兵站在城楼上 望着下方对阵的将士 报 我军伤亡三千人 报 我军伤亡五千人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请助我们结束战乱 护边境百姓安宁吧 天边出现一片火光 从火光中走出一位金家大将 身穿黄色战袍 高树杖许 手指金刚处立于云端 对着汽探大军高和 而等号战 造下无边杀念 致使生灵涂炭 还不速速退兵 汽探大军健壮 巨石胆战心惊 争相后退 不敢再往前半步 天明天将来了 天明天将来了 等他们再次抬头 空中哪里还有金家大将的影子 只见火光中出现了一方连夜 观世音菩萨双手交叉 祖于连夜上 战乱不息 杀孽不止 尔等谨记 三世音果 真实不虚 从今往后 你们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不可再兴战事 感谢观世音菩萨 慈归救度 感谢观世音菩萨 慈归救度 自此 两国边境战事平息 百姓安居乐业 为感念观世音菩萨恩德 人们广修观音庙 庙中常年香火鼎盛 观世音菩萨的故事广为流传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不二观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